來 我們接著要上個試 第一個常見的酸叫做 瘤酸 純瘤酸是無色液體 油狀的 密度很大 沸點很高 輕實氣強 因為它的沸點高 這些性質 所以我們常常用它來製造其他的酸 所以它稱為化學工業之母 一個國家的化工業的發達程度 可以用它的硫酸消耗量來判斷 化學工業之母 硫酸 純硫酸無色液體 這個我們提過了 濃硫酸有強烈的脫水性 會搶水 溪硫酸沒有這個性質 所以濃硫酸可以作為脫水劑 這個我們過去曾經跟你講過 濃硫酸有強烈的脫水性 因此有一個實驗 或是它會變成什麼顏色 濃硫酸有強烈脫水性 所以 蔗糖跟紫加濃硫酸會變成什麼顏色 白的 綠色 白色 黑色 黑色 蔡英 黎酸 蔡英 11 摩蝶 30 30 一整個就不指照了 超過他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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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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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0 11 10 10 來 啥顏色 劉山頭沒有水 劉山頭什麼顏色 白色 請坐 綠化雅菇也是一樣 有水沒有水 有水啥顏色 沒水啥顏色 這也是以前都學過的 9號 9號 綠化雅菇有水啥顏色沒有水 脫水就沒水嘛 沒水啥顏色 無色 透明 彩色 無色 好 請坐 你記得你沒有答對喔 藍色 濃硫酸脫水就顏色 有人都學過了 背一下記得 重點叫做濃硫酸有脫水性 溪硫酸沒有 脫水水性 然後脫水 碳水化物去掉水就變成碳 所以是黑色 所以黑色 好 所以這也教過了 要如何吸釋濃硫酸 要把濃硫酸緩緩緩倒入水中 實時攪拌 不可以倒過來做 如果會產生爆炸性的建設 建設 建設的是濃硫酸 濃硫酸 濃硫酸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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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我們 這都是以前就講過的 如何吸釋濃硫酸 要把濃硫酸緩緩倒入水中 實時攪拌 實時攪拌 OK 就是倒板 就是這樣 我們試著過半個硫酸 這都是以前就講過的事情 這都是以前講過的事情 OK 工業上的硫 做的就是用燒硫的方式 先燃燒 變成二氧化硫 變成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催化成三氧化硫 三氧化硫 融於水就變成硫酸 這個是工業上製造硫酸的方法 如果你少掉了第二步 是二氧化硫 就是另外一個結果 另外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以前學過的 二氧化硫 融於水會形成什麼東西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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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知道還是說什麼 亞流数還是知道 你不知道 有人aux完蛋 妳說你說不知道 pus啊 鑰依雙化硫酸 雅流酸化硫酸 英文 化學室英文 來 25 25 25 起立 雅硫酸化學室 請坐 H2SO4叫做 硫酸 這個是酸與 國山的第一顆會焦 國山的第一顆會焦 濃硫酸可以跟很多 金屬作用產生二氧化硫 酸的東西 上高中的上很討厭 濃酸跟吸酸反應經常不一樣 剛才講說吸酸 產生什麼東西 氫氣對不對 這個產生什麼 二氧化硫 濃硫酸跟吸酸反應是二氧化硫 濃硫酸產生什麼東西 氫氣 氫氣 你下面那個比較重要 上面那個比較不重要 記得 吸酸跟活性大金屬最終產生 氫氣 氫氣 OK 好 劉酸的用途 可以做試劑 然後做劉酸胺 這是一種肥料 看一下 知道一下 知道就可以了 記一下 劉酸胺 肥料 可以劉酸來製造 這樣就夠了 就是 狀況 以上就是所謂的劉酸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 沒有